巧喀节即将到来 县议员吴国昌在县议会县政总咨询中 关心活动停车问题 许县长表示 去年县府首次将巧喀节遗失普里复兴温泉区办理 业者一开始还担心地点偏远影响游客数 没想到活动一炮而红 吸引了逾40万人次游客照访 也为地方带来了庞大的经济产值 今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游客 县府租下旁边台塘土地作为停车场 方便民众停车并体验巧喀手作课程 今天很多议员也非常关心 即将在6月8号我们的巧喀节 已经要正式登场了 去年我们把巧喀节首度扩大办理 同时移试到了埔里的福星温泉园区 一开始很多相机也很担忧 包括我们的巧克力农还有咖啡农 都很担忧说 在这个比较偏远的温泉区会不会有人 但没有想到这个一炮而红 不仅带来了四五十万的一个人潮 同时也为我们很多的这些农民朋友 带来非常多的一个受益 所以今年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那不论是我们的摊商朋友也好 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年来登记的 巧克力农咖啡农都非常的踊跃 那基本上我们的地点一样维持在埔里的 福星温泉园区 那这次呢大家比较关注到的就是 去年因为爆红之后呢 有很多的停车的空间 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没有想到 很多都会走得比较远 那可能会有一些聆挺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今年呢也会把这个 我们把排堂旁边的一块土地 也把它租了下来 然后我们会把它整理好 来作为停车场的一个用地 那希望呢透过这些的 这个用的这个停车场的一个使用呢 能够让所有的民众来参与的时候呢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在整个摊商的部分 那今年呢总共有60摊以上 那活动呢除了维持有去年 大家比较受到喜爱的 不论是千人一起来共享的 各种的手冲咖啡 或者是其他的DIY的活动 那当然还有一些像我们的 年轻朋友喜欢的歌手的演唱 这也都是我们会继续的延迟 只是把延续啊 只是把这个活动办理在更大 那所以呢我们在此呢 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 在6月8号能够一起来参与 我们南投市的巧咖节 那希望呢能够透过活动的办理 替我们所有的农民朋友 增加他们的受益 也能够帮我们的福兴温泉园区呢 也快速的让大家知道 那这次呢我们也比较特殊的 加入了无人车的这个 驾驶的这个自驾的一个乐趣 所以呢那大家呢能够体验一下 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驾的一个过程 那尤其呢这也是我们未来在福兴温泉园区要引入的另外一个 这个特色的一个重点 那希望透过低碳的旅游 同时呢透过高科技的推动 让大家对我们福兴温泉园区有新的一个认识 再次的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查卡节的活动 另外议员简千祥林如阳蔡宗志以伊兰东山河为例 关心南投县对猫罗西的整治 许宪章指出 有关猫罗西的发展 目前中央已征收猫罗西整体的河川地 希望尽快完善提防等防洪设备 让乡亲安心 定期会结束之后 县府会将议员关心的河川交通等面向的问题 统一整理 打造移居环境 记者陈云志南投市采访报道